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韩赵两国为了保命派出使者来劝说秦国城向范居 范居在使者的花言巧语之下同意割地和谈 战使才告一段落 作为战术大师 白起很清楚 如果当时不能覆灭赵国 给赵国以喘息之机 那么很可能失败的将是秦国 一方面 白起杀了几十万兆人 这些人也都是有亲人朋友的 他们的亲属必定会对秦军仇身四海 想尽一切手段来报复 其次 赵国的巨大损失 也会让其他国家联合起来 共同对付秦国 这也会让征服赵国的速度变慢 公元前259年正月 秦赵双方停战 而在这一年9月 秦昭湘王再次派兵进攻邯郸 史料记载 其9月 秦父发兵 使五大夫王邻公赵邯郸 适时武安军并 不任行 49年正月 邻公邯郸 少力秦义发兵左邻 邻兵王武孝 在白起看来 这次出兵是必败无一 由于白起患病 此次的统帅名为亡灵 在进攻赵国的过程中 屡次受挫 甚至损失了五个军营 见预言成真 白起对秦王道 秦不听陈记 今如何已 意思就是 您当初不听我的 现在没办法了吧 白起的话带着调侃和讽刺 而这句话 也激怒了秦昭乡 纵使白起的功劳再大 他也不能随便去调侃秦王 这是以下犯上 很可能会被杀头 我们推断 此时的白起 很可能已经放弃了自己 作为一位精明的武将 怎么会不懂君臣之理 他激怒秦王 就是想一心求死 白起杀人太多 虽说他为秦国立下赫赫战功 但他内心的冲突和羁绊 也只能他一人来承受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白起很可能放弃了生的希望 统帅王陵明显不能完成攻灭赵国的任务 所以秦昭乡王 想再度启用白起 白起就好比一把封锐的刀 只要拿起这把刀 就能将敌人手起刀落 不过 白起不想再继续做屠夫 秦王命令白起率兵出征 但白起予以拒绝 史料记载 秦王自命 不行 乃使婴侯请之 武安君忠辞不肯行 遂称病 秦昭乡王曾亲自下令 白起拒绝赴任 之后 秦王派成向去请白起 白起本就跟范居不睦 仍是不肯就任 最后呢 白起干脆再次称病 秦军在前线屡斥败仗 损兵折将 这已经让秦昭乡王十分上火了 白起还拒绝参战 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一怒之下 秦王便下令赐死白起 作为军事大师 白起自知不能取胜 但在其的指挥下 秦军必定可以减轻损失 单单这一点也不是其他将领可比的 奈何白起就是这般执拗 坚持不带兵 既然没有了利用价值 那么秦王也就没有必要 再留白起的性命了 范居要对白起的死 负一定责任 白起跟宰相魏冉的关系很好 之所以白起能能成就举世功勋 也跟魏冉的提拔 有莫大的关系 然而 范居来后 魏冉被霸相 自此 白起跟范居的关系也陷入僵局 败相之后 范居为秦国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决策 为秦国的统一大业立下汉马功劳 可由于范居的刻意诋毁 白起也从此一蹶不振 秦国之所以和赵国停战 很大程度上跟范居有关 韩照派苏代去游说范居 苏代不仅说服范居停战 还成功挑起了白起和范居的矛盾 史料记载 赵王则秦王王以武安军为三公 武安军所谓秦战胜功取者七十余成 南定燕 颖 汉 汉中 北秦赵国之君 虽周 赵 吕望之功 不易于此矣 金赵王 秦王王 则武安军必为三公 均能为之下乎 虽无欲为之下 故不得已已 如果继续让白起进攻邯郸 赵国必亡 那么白起的功劳将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必定可以成为三公 一旦白起上位 那么范居的地位便会岌岌可危 为了自身的利益 范居同意了苏代的建议 暂时停止了对赵国的征伐 如果范居和白起陆立同心 那么赵国必亡 秦国的统一之路可能还会加快速度 但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白起的死跟范居有莫大的关系 为了防止白起再立战功 范居必定会在秦王面前说白起的坏话 而恰巧白起性格执拗上了这个圈套 事实 秦王对范居十分信任 在一定程度上 范居可以左右秦王的判断 直至白起被刺死 秦军九战之师同样需要修整 杀白起可以缓解矛盾 白起曾经说过 秦军虽说消灭长平的赵军 但秦军同样损失过半 国内兵力也是相对空虚 当时如果再度进攻邯郸 诸侯国联合 在赵军的顽强抵抗下 秦军必败 王陵无法攻下邯郸 秦昭襄王变换王冠 但两个月后 邯郸仍然攻不下来 楚国的春深军为国信陵军帅十万进攻秦军 秦王大败 不仅仅是白起 在一连的失利之后 就连秦昭襄王也有些灰心丧气了 到了如此局面 或许杀掉白起 还能减缓一下与他国的矛盾 毕竟白起杀人实在太多 从始至终 死在白起手下的他国兵足近百万人 在旁人看来 白起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所以既然白起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还不如杀掉他 减缓下与他国的矛盾 争取一定时间来修整部队 白起被封为战神 一经封神也就离灭亡不远了 只是没有想到 他最后一个杀的人 却是自己 MKB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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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